理性它具备有四个条件 第一要客观的观察 观察事情要客观 不能先入为主 不能有先觉性的判断 我们要看电视看电影 看到哪里去 你跟我讲他是好人坏人 先确定这家伙坏人 那内心就开始有 赶快死 赶快死 两个要打起来 坏人赶快打死 让坏人死 那叫先入为主 你有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存在 那可不行 要客观的观察 然后要如实登记 我们看到一切坏的都是他的 一切好的都是他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讨厌他 所以坏的都归他 这个不如实 你不能够有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在里面 那会干扰那个事实 那就不客观 不理性 第三个 那既然客观既然如此 那要冷静的分析 分析一定要很冷静 然后要公正的判断 这公正都很难讲 对不对 你不公也可以说公正 所以你看到社会上很多事根本就乱来 根本就是乱来 因为他都是意识形态在干扰 今天我们在修行 你先把这个东西养成 看清楚为什么要修这个法 这个对于一个人的生命品质 那个素质的提升非常重要 不要学佛学了半天还是一样 猪八戒来还是猪八戒回去 再来还是猪八戒 那你还学什么 来的时候是什么品质状况 不管已经来了 既然又已经学佛了 那你一定要提升自己 一定要提升自己 超越自己现有的水平 你假如不超越现有的水平 就下去就多了 不见得三二道 但比现在差 那你修了老半天 还修到三二道去那哪修啊 但至少你要比目前的水平提升嘛 那要提升你先把这些学好 跟各位讲你把这些弄清楚 就已经在修行了 至于你进步提升超越多少 那有很多主客观的条件跟因素 有很多 那你假如这些客观条件 冷静理性的部分不具备的话 那些都很难跟你讲 无法展开嘛 所以先培养自己一个对真理的认知 然后自己理性的这种基本条件 那你追求真理才有可能啊 这是一个大家应有的一个认知 好